我们的第一步就是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加这个插片 它的做法其实跟原来的那一款就是今天款的是一样的 唯一的不同就是在这里加了插片 当然它的版型上也是有不同的 就是这一款因为加插片的原因 它可以让它的肩鞋因为它是年肩袖嘛 它可以让它的肩鞋更加的斜 也就是看上去就会更加的贴身一些 更贴身吗也就显得要更时髦一些 然后但是因为它肩鞋更斜了的话 那它肩膀就有点抬不起来 那么为了让这件外套它更加的符合 日常的穿着所以说在这个 你可以看到元宝化身机也是在这个袖底加了插片 那么我这边剪进去的是六厘米左右的一个剪口 就是正好在这个两个交叉的袖子和侧缝交叉的地方 剪了一个剪根据那个纸样 它是剪了一根长多六厘米左右的直线进去 那么你根据纸样按照你手里拿到的纸样 直接照着那个位置和长度直接剪进去就可以了 那剪进去了之后呢 那么在纸样纸样上还有一个同样的 这就是这个插片的这么一个一个那个纸样 那么你根据这个纸样来剪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菱形 这个菱形就是对解合学基础入盟啊 解合学上这个菱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固定的一个状态的 所以说就是我就是多插一句就是你虽然是按照我的这个菱形来做的 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中间我有写增添的锈底线啊 增添的锈底线这个线的长度其实是你自己是可以改变它的 那么只要保证这个这个菱形的四边形这个四边是固定的长度就可以了 因为你要根据你如果是根据我的这个版型来剪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长度就是固定的 那你可以看到在那个你的纸样的这个侧缝这边有一个剪口 是侧缝的插片指点 然后在锈底这里呢也有也有一个那个剪口的标记 那么表示是锈底线的这个插片的指口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剪口从这个这个地方剪进去是多长 那这个插片它的边长就是多长了 但是因为我们又是我有说是仿化生计的 那么花生计的它把这个它为了让它的版型更加的那个贴身呢 它实际上是往外延了的 往下就是并没有直接在剪口 只在这个剪口的地方夹插片它往下延了的 所以说我的指样也是做到往下延了的 但是就是给你讲一下 你是可以只按着这个剪进去这个六厘米左右的这个变长来做 来做这个菱形的那么你要是一定要跟花生计的一模一样的话 那么你就要剪长一点 你这个剪口你这个插片就会长一点 也就是实际上就是把你的这个 嗯 袖子的弧度也就是会更锐笔一点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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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样子的 然后 嗯 左规 这是个菱形 这个插片是个菱形 因为菱形的边长就是 嗯 就是从剪进去的这个剪口 到这个 这个 指点的这个 长度 那么在我们这个指样上 我做的这个指样上就是剪口里部 一直到侧缝和绣底线 或绣底线 这边 它们两个长度算下来是一样的啊 嗯 的长度 我只是给你一个 如果不想做这么长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从这个剪口这根线开始 就是这个两根交叉点的这个地方 往里面剪的这个长度 你直接做这么长的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这里有两块剪口 我做了两块菱形的 那我一个我因为我这个是做示范 所以我一边是做的小的 也就是只是剪了里面的这一段 六厘米的这么一个插片 另外一个就是 嗯 这个指样原本的插片呢 就是加长了的 大概加长了一倍的样子 一般是十二厘米左右了 它是边长 啊 我这个是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十 缩小了 缩小了以后的 一个示范 示范样 示范样啊 并不是实际的长度 但是是按比例缩小了的 OK 这里是秀底的 你的指点 这里是 这里是秀底的指点 这里是 在这样上可以显示出来 是侧缝的指点 那这里 因为你是 它的交叉口是在这里 你剪开了之后 可以看到 稍微它这里 稍微有一点点糊涂出来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直接在缝纳之后 就稍微拉一拉就可以了 好 可以看到 这个 比较顿角 是对着 往你医生里面 剪开的这个口 这里 尖角分别是对应的 是在 尾袖底和 这个 医生侧缝等 千万千万不要搞错了 搞错了 你这个 就会 这个 这个 这个插片的作用 就 起不到了 我们注意一下 你的粉色 方便 一定要整齐 结束 很多 发展 有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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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一点点不是直线 医生上不是直线 没关系 你只要两个端点是起的 医生稍微有一点点 风收拉一下 稍微有一点点 让医生出来的突起是没有关系的 主要保证你的插片是平衡 不如热烈连静 这边的阻力是在到来的 有点夹着 飞继续的盐子 有点连接 有点夹着 有点夹着 也不过 有点夹着 有点夹着 也不过 没关系 有点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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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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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